我怕你人家情不自禁 現在被大家問的話 當然會講說是瑞佳 因為你們比較好戲 對不對 那手在走 你說筆花了這個嗎 我有發現原因 因為他胸肌比較大 沒辦法 夾不起來 沒辦法合起來是不是 沒有 因為他這邊就是擋住 你到底為什麼一直合不起來 那天我們有一場戲 他把我的手抓去他的胸部這樣 大嗎 我有說你有讀到 讀到他的心 因為我可以摸著人 我就可以讀到他發生什麼事 或讀到他的心 所以他就把我的手摸 摸著他的胸 然後說你有讀到我的心嗎 然後我們只是在ReChip 然後他就突然那樣子 故意的 然後我就真的嚇到了 然後我就笑到不行 因為我覺得很害羞 很像小時候看那個 週益節目會有魔王 他們就是會讓你出負責 對 對 有一場戲是 他們兩個在接吻 要接吻了 可是他們沒有接成功 因為我出現了 我就幫他們 稍微 自止了一下 沒有辦法手 人進去就是這樣子 他人站在後面 然後就是這樣子看 他人進去那那個方向要 因為他的方向是可能 有可能是我 或是小萱 你在做做人家角色的功課 才能知道會從哪一邊 他從哪一邊 我怕你等一下情不自禁 對 現在的話 現在被大家問的話 當然會講說是瑞嘉 因為你比較好戲 對 小萱啊 但如果是真的 真的問我的話 我就要小萱好了 對 但臉情不太好 沒有 小萱絕對是比較 你看嘛 絕對是比較好的一個選項 好的選項 對 對 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 其實我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蠻酷的 就是因為榮軒一直讓我覺得 是一個很 很像 漂漂亮亮的一個公主 這樣子 可是我們有時候在 私下會聊天 他就會有時候講話 會超像直男的 直男啊 就是因為有坐過他的車 然後他可能就在開車過程中 他就說那個車應該怎麼開 然後他之前開車的時候遇到什麼 就是很會開車那樣的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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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介紹隱藏美食嗎 然後我們有聊到 聊到遊戲 然後遊戲裡面他有一個很喜歡用的角色 然後是一個很壯的角色 他叫蓋倫 蓋倫 我超喜歡用蓋倫 英雄聯盟 之前遇到人家很無聊 就跟著無聊就打一打 那一天嘛 跟他對心 我每次都會想要蓋倫的那個頭像 這反差有點大 對這個蠻好玩的 好